已经有100多年创校历史的台中一中 毕业校有将近8万人 可以说是遍布海内外各地 目前除了已经成立校友总会之外 台北、台中、彰化、南投等地 都已经成立校友会 根据学校跟总会的统计 新竹地区也有很多毕业校友 而且各方面表现都十分优秀 所以希望能够在新竹地区 成立校友会 2018年9月15号 校友总会特别利用在新竹老爷大酒店 召开礼监事会的时间 邀请许多桃珠苗地区的毕业校友 讨论成立新竹校友会的相关事宜 很高兴今天新竹校友会筹配会成立 应该没有问题 能够顺利成立新竹地区的校友会 先邀请桃珠苗的校友们来就近参加 那总会一定会尽全力来支持 为了成就这件好事 台中一中校长陈牧柱 也特别赶来新竹参加校友会的筹配会 陈牧柱校长强调 虽然台中新竹相距将近100公里 但是透过新竹校友会的成立 希望能够增进一中校友的情谊跟距离 我们校友在新竹地区是非常的多 而且在高科技业以及在我们清华交大 都有非常多杰出的校友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们新竹校友会应该会很快的就成立 这一次的新竹校友会筹配会 由前连电副董事长刘英达担任召集人 交通大学校长张茂中 清华大学副校长林胜芬 以及很多新竹地区的杰出校友都一起来参加 不但要说起一种求学史的种种往事 还要分享生活跟职场的经验 虽然校友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建议 但是大家都希望加强彼此交流 希望校友会赶紧成立 因为大家临近力很强 而且总会做得非常好 希望我们新竹的校友会能够赶快成立 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 我们中一中在理工方面的学生非常优秀 因为新竹有清大交大 有公园院有科学园区 所以这几十年来 我们新竹地区有相当多的中一中的校友 那我们也是今天借由刘英达学长 来召集我们新竹地区的中一中的校友 来成立筹备我们新竹的校友会 我想台中一中的网路在我们园区 可能是相当的相当的多人 今天虽然到了这么多人 但是恐怕也是九牛一毛的而已 实际上更多 刚才就是我提的有两位姓林的 林中庆 林西鸣 在我们园区都非常的active 都有很多作为 在新竹校友的筹备会中 还准备了精致的午宴 校方也邀请建筑专家 说明台中一中计划筹备资金 重建红楼 发扬一中的红楼精神 尊重台湾精致的历史文化 希望能够得到校友们的肯定跟支持 在这场筹备会中 最后大家决定将新竹校友会 扩大成为桃竹苗地区校友会 让更多的校友加入 联系大家的情感 让一中红楼精神 能够持续的发光发亮 记者陈文旭 杨靖新竹报导